全国超过一半成年人薪金受疫情影响曾经减少 根据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 在7月9日至7月14日进行的家庭脉搏调查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 家庭成员之中的成年人有51.1%曾经遇过薪金削减 而另外有35.2%的成年人预计未来会遇上薪金损失 不少大企业刚刚发表季度业绩 表明新冠病毒造成了经济打击 通用汽车在3月被逼要关闭底特律的厂房两个月 公司的4月至6月季度损失达8亿600万元 波音飞机厂因为旅游业停顿 取消订单一浪接一浪 在第二季的损失高达24亿元 波音会减慢生产 因应疫情中商业飞机需求减少 公司会裁减人手 统计局的调查也指出 一些家庭食物不足 在8个备访成年人之中 差不多有一个表示 在过去一星期没有吃饱 更有超过4成的成年人声称 在过去4个星期将医疗护理压后 而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访成年人 没有能力交租或缴付楼宇按揭 联邦报告就指出 这个春天 美国的能源消耗跌至30年来最低水平 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大部分经济停摆 州政府或地方政府采取经济停摆 或群众限制措施 从而减慢病毒扩散 估计导致超过1万亿元的损失 更有数以万计的小商业倒闭 国会在5月通过 35000亿元的纾困法案 而民主共和两党星期一 恢复讨论额外的纾困措施 当中包括再向每一人直接付款1200元 以及更改薪资保障计划PPP 容许打击最大的行业 获得另一次贷款 而豁免偿还条款会非常宽松 不过失业福利的议题 两党仍然有很大分歧 天下卫视记者徐英报道